因两度在引渡孟晚舟事件上说了真话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26日被迫辞职 有加拿大政界学界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认同麦嘉莲所说内容 但他不该此时说出来 1月26日 美联社报道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照顾 曾就麦嘉莲辞职仪式表态 称麦嘉莲说的是实情 但他应该闭嘴 特鲁多前外交事务顾问帕瑞斯则表示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加政府必须以一个当一的明确的声音发言 报道称加前驻华大使赵普为麦嘉莲的辞职感到难过 但他认为处理此事的做法是正确的 糟糕的是 此事发生在我们所有人 都应做好准备的危机中期 中国人现在知道麦嘉莲并不是代表加政府发言了 此前在23日麦嘉莲曾亲自拆台 称孟晚舟有强有力的论据反对被引渡到美国 之后便遭到加拿大部分人士的抨击 要求其下台 前者被迫发表声明道歉 并称自己表达有误 但很快 25日麦嘉莲又再度发声 称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 若美国撤销针对孟晚舟的引渡申请 那就太好了 赵普认为 麦嘉莲的言论说的是实情 但他应该闭嘴 其第二次发言是促使他被解雇的原因 特鲁多总理别无选择 只能要求麦嘉莲辞职 麦嘉莲应该表现得克制一些 不过赵普也表示 解除麦嘉莲的职务不会有助于释放两名家公民 因为晃大只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中国可能不会配合 也许麦嘉莲已经知道 自己在任的日子不多了 所以他并不在乎 但加拿大需要一位合适的大使 因为前方将有动荡发生 目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副大使尼杰宁将代表处理在华事务 赵普表示 寻找新大使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会使得已经破裂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这真的很复杂 在我看来 加拿大当前与中国的外交僵局 是1970年两国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此外赵普还表示 他24日与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进行了通话 中方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收 已是感到不满 加代表团应访问北京就此进行会谈 赵普则告诉中方 加方应该会任命一名特使 设法解决这场危机 68岁的麦加连曾任加拿大国防部长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税务部长 特鲁多总理2015年上台后 请他担任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 2017年1月内阁大改组 麦加连被特鲁多选中派驻中国 接替已驻北京四年多的前任大使 自身专业外交官赵普 在有关麦加连辞职仪式的表态上 特鲁多前外交事务顾问帕瑞斯表示 麦加连的言论使得人们对加拿大的立场感到困惑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家政府必须以当一的明确的声音发言 多伦多大学教授博斯维尔表示 五合十一的发言不是大使的工作 他认为尽管麦加连在引渡案上的发言可能是对的 用于辩护的论据也是对的 但他无法逃避一个事实 即说出来并不是他的工作 这也强调了派政治家去做外交官工作的危害 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政治学教师 林特则表示 加拿大需要与中国进行非常微妙的合作 且解雇一个中方可以信任的人 加方需要向中方做出解释 林特还表示 加方要向美国表明 他们需要介入这一僵局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以确保释放两名加拿大人 针对此前麦加连发声明称所谓的失言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就指出 不管加方怎么说 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 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加方就犯了严重错误 这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 而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我们希望加方能够认清这一事件的本质 不要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